真诚共鉴 你心里头没有丝毫虚伪 什么是虚伪 疑惑是虚伪 杂念是虚伪 心里面没有疑惑 对古身献身 对祝佛菩萨 至成共金 古人做到这一点不难 什么原因 家教好啊 母教好啊 母亲从小就教你真诚共鉴 这是做人的大根大本啊 现在人不懂得 叫这些了 对于古人 这种教学的理念跟方法 有很深的疑惑 认为现在人要学老师 将来在社会上 不能跟人竞争了 那么可能将来 连吃饭生存都成问题 从小就叫他竞争 错了 所以今天的教育 从小把教小孩 叫错了 方向错了 目标错了 所以一生生活得非常痛苦 无论从事哪个行业 没有幸福 没有快乐 我们细细地去观察 去体会古人的教学 那样的用心 叫你真诚待人节目 可以 可以 给小动物沟通 可以跟树木花草沟通 可以跟天地鬼神沟通 你说这个多快乐 多么幸福 现在人跟人不能沟通 更活宽于其余 每一天 生活在恐怖之中 从早到晚 没有安全感 说实在的话 不是活一天算一天 而是活一分钟算一分钟 你说多可怜 这是什么世界 世界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 那五千年的老祖宗 看到今天的社会 流眼泪 那为什么 一句话可以解答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这个亏可吃大了 中国人 不听祖宗的话 跟外国人许 外国人 不听上帝的话 跟科学家 跟科学家学 科学家完全持 怀疑论 科学家 科学家 科学家所认识的 宇宙人生 一直到今天 还有许许多多的疑问 不能够解答 祝福菩萨 古圣献献 没有怀疑 只有 一昧怀疑 真正 用真心 用诚意 不自欺 不欺人 公敬 现在公敬两个字 我们举比喻 用什么方法来形容 都找不到这些名词 从前说 要把一切人 看成我们父母 大臣菩萨戒经里面说 把一切男子 看成是自己的父亲 把一切女子 看成自己的母亲 对父母恭敬 现在小孩 对父母不恭敬了 大爹 骂娘 已经变成时尚了 那还有什么法子 所以弓箭 我们举不出利子来了 他连对自己都不弓箭 对什么人能升起恭敬心 没有了 没有一个例子可以用的 那我们再往下想一步 是什么呢 世界末日 这个地球崩溃了 许多外国宗教讲的末日 我们看看 实际上状况 也很像 外国所讲的世界末日现象 出现了 莫 surprised 疑问 是意念,意念不善,就趋向灰灭。 意念善,就恢复兴起。 兴旺的心,也兴起来了。 能不能断无修善? 能不能改邪归正? 这种事情不在别人,全在自己。 自己若能回头,你得救了。 世界整个毁灭了,你往生进土了。 你远离这个世界了。 等到这个世界众生,吃净苦头了。 想过一点,安稳正常的生活了。 这个念头起来了,佛菩萨就又来了。 众生有感嘛,佛菩萨就有印嘛。 感应道教啊。 他来帮助你。 帮助你成就。 帮助你成就。 对一切万物。 对一切万物要恭敬。 对我们所学习的功阔要恭敬。 对指导我们的老师祝佛菩萨要恭敬。 一恭敬,一恭敬,一恭敬,一恭敬。 离祭里面,头一句话。 去离乐,无不敬。 无不敬就是一切恭敬。 佛门里面的餐饮。 第一句话就是,一切恭敬,一心顶礼。 你们拜过餐的人都知道啊。 为什么把它列在第一句? 但是,它是根本的根本。 如果没有恭敬,这个餐家白败了。 没有感应。 俗话说,不灵啊。 怎样才灵呢? 臣子灵。 真诚恭敬就灵。 为什么会灵? 真诚恭敬。 与诸佛菩萨感应。 与天地归于神感应。 所以它灵。 没有真诚恭敬就没有感应。 所以它就不灵。 很多同学都知道。 祈祷有灵验。 为什么? 祈祷的时候,真诚恭敬。 那不祈祷的时候,这个恭敬心就没有了。 所以,我说它是指标,不是指本。 那什么是指本呢? 祈祷。 祈祷与不祈祷,真诚恭敬心不变。 永远存在,那就是指本。 真诚恭,真诚是真心啊。 恭敬是信得了。 真心永死。 表现在外面,自自然然是恭敬。 那信得流露吗? 那我们今天知道 要想在这一生 快速的脱离六道轮回 脱离生死苦海 而且这个方法要简单 要容易 要稳当 要可靠 成就还特高 无过于持命念佛 这一招确实不可思议 是祝福如来 仆度一切众生的第一招 绝招 但是他要求的条件 是真诚恭敬心 不是真诚恭敬心 这一招就没效 这一招效果大小 有大小不一样 真诚恭敬心的程度不相同 就应光大肆所说的 一分沉浸 就一分效果 二分沉浸 就二分效果 十分沉浸 就十分效果 没有沉浸 是什么都得不到 这是你不能不知道的 在那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